Sysstometry 膀胱压力描绘图 测量膀胱压力与容积的相关性 分两大部分 Filling Sysstometry and Voiding Sysstometry Filling Sysstometry 以针流水灌注介质可以是液体或气体 固定速度注入膀胱内 测量膀胱在填充期及储存尿液时 膀胱逼尿剂的知觉 容量、稳定性及顺应性 Compliance 在灌注时 可以让病人做咳嗽及腹部用力 Valshava Manoeuvre 看是否有发现逼尿剂不稳定的 出着PRECIS-15CM2压力性尿湿劲出现 上运动神经元病变 肩质性膀胱炎 膀胱受伤后产生纤维化或尿湿劲等 均会造成膀胱容量降低 而感觉神经病变 下运动神经元病变 尿道出口阻塞等则会使膀胱容量变大 Filling Sysstometry 做完Filling Sysstometry后 令病人以轻松地做之解尿 主要检查B尿剂的收缩功能 及B尿剂压力与尿流水的关系 以评估有无尿道主射及避尿剂收缩功能之好坏 在机械性主射如尿道狭窄或膀胱脱锤 造成尿道纽结等病例 可看到尿流速降低 减尿时间延长及避尿剂压力高 或用负压减尿等现象 Sysstometry profile sub 即测量时令病人咳嗽或做 Valsalva maneuver 其数据在应力性尿丝禁评估上较有价值 以上两项检查可记录到以下数据 1.maximum urethral pressure最大尿道压 2.maximum urethral closer pressure最大尿道所压 其最大尿道压减去膀胱内压之处值